法国成文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内喜乐 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又有机会可以在巴黎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那今天我要想借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叫做聪明的公投 聪明的公投 想必大家在一定在圣经当中有看过或者听过 或者在主日学里面就听老师讲过 这个金银宝石的工程和草木和解的工程 有多少人听过 你们有没有听过在圣经当中保罗讲过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金银宝石的 一个是草木和解的 都没有听过 一定都有听过的 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所讲到的两种的工程 那金银宝石的工程 保罗讲到说它不但代表它是可以煎得起火的考验 并且呢金银宝石的工程它是可以存到永久 当这个工程的主人来试验的时候 如果这个工程经过火烧还能够存留得住 那么这个工程呢就要一直存留下去了 那另外一种草木和解的工程呢 保罗说当这个主人要来检查的时候 他不但是呢经不起火的考验 并且呢会被火烧尽 结果呢就荡然无存了 保罗就用这样的比喻来教导我们 要学习去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要用最好的材料去做上帝的工 千万呢不要自以为聪明 以为可以浪于充数 以为可以呢以赐充好 保罗说这个主人终究有一天 会来检查我们一生的工程 所以呢既然这个主人 他一定会来检查的 反正呢我们要被检查的 那不如呢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 我们就用真采实料的 就用经营宝石的工程 来建造上帝的工程 因此保罗说如果我们有一天 不用 如果我们不用经营宝石去建造 如果有一天 这个主人要来检查的时候 那么我们所有的工程 经火一烧 荡然无存 结果我们不但工程没有留下来 而且呢我们这些工程 都要被火烧尽了 所以呢保罗说我们就会因此 受到亏损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 保罗就说我自己 他说我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因为反正要被检查的 所以呢我不要投工井料 所以呢我从今天就要 谨慎在上面建造 我要用最好的材料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聪明的工头 它会有哪一些的特质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 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值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人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忌妒 分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造着世人的样子吗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我是属亚伯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亚伯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直视 在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 引导你们相信 我栽种了 亚伯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造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造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和茶木和节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醒入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最后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奖赏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了 那这段经文呢 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 他一开始呢 就讲到了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些的问题 保罗说因为在你们当中呢 有一些是属肉体的人 是不属灵 只属肉体的 他们虽然在基督里面 但是呢 他们的生命一直没有成长 他们的生命呢 一直是属婴孩的生命 所以呢 他们只能够吃奶 不能够吃干粮 不能够吃饭 并且呢 在他们中间 还有嫉妒和纷争的事情 保罗就说了 你们怎么和世人一样呢 保罗说这些的事情 不是世上的人才行的吗 然后保罗说 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些的比较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些人说我是属亚伯罗的 保罗就说 那我们这些人算什么呢 我们这些人 虽然呢 有浇灌了 虽然呢 有栽种了 但是保罗说 那叫他生长的 岂不是神吗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干嘛拿我们这些人来比较呢 因为我们都算不得什么 因为叫人生长的 乃是神 他自己 下面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一定要记住 保罗说 但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今天 我们在哪一个教会里面 其实不重要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担任怎样的身份 其实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在上帝面前 都需要忠心做事 要知道呢 将来 上帝来检查我们的时候 不是因为说 你是在成官教会里的同工 你是在成官教会里的小组长 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付出了多少 建立多大的事工 我们不是因为 我们的事工做的好坏 来得奖赏的 我们将来得奖赏 圣经说是要照着 我们自己的功夫 并且呢是得 自己的赏赐 你不是得这个教会的赏赐 你不是要去得别人的赏赐 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功 要得你自己的赏赐 那自己的功夫 原文就是自己的工作和劳苦 自己的功夫的意思就是 自己的工作和劳苦 将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要按照自己的工作和劳苦 你所付出的 得我们自己的赏赐 所以将来上帝是要按照我们 每一个人 今生自己所做的 自己所活出来的 来给我们赏赐的 那既然这样 保罗就说 那我们就要学聪明一点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是要得自己的赏赐的 既然上帝会按照我们的 自己的工作来给我们赏赐 那我们就要学习 做一个聪明的人 既然上帝把工作交给我们 我们就需要去学习 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把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 每一件事都做好 一个聪明的工头 他必须要先知道 他是在帮谁做工 他必须要知道说 我的老板是谁 所以在第九节里面 保罗说 因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要想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你一定要知道 你是在帮谁做事 保罗说 我们是在跟神 一起同工的 一个聪明的人 一个聪明的工头 他一定要知道第一件事情 这个工程是谁的 我的工友是谁 那当我们知道了 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们才有正确的动机 那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 之所以会产生嫉妒纷争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是在为谁 在那里做工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外在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在哥林多前述第一章来形容 保罗形容哥林多教会 他们是口才 知识都是全备的 甚至呢 他们的教会在恩赐上面 是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所以这个教会 是一个在人看来 在外表看来 是一个非常健全 非常有能力的教会 可是呢 他们在心智上面 却仍然还像是一个小孩 并且呢 哥林多教会 外面看起来如此的强 但是呢 他却成为了 在新约里面 问题教会的代表 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 他们以为教会是靠人的力量 人的知识 人的踩杠 人的恩赐所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高举人 并且呢 还以此来做比较 因此保罗说 我们只是与神 一起同工的 虽然有人栽种了 虽然有人浇灌了 但是呢 是真正叫他们生长的 不是我们 是神 他自己 因为我们只是 与神同工的 我们只是按照神 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去努力的 做工而已 至于 这个工程到底 会不会成功 那不是我们 能力所及的 那是上帝的作为 既然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与上帝同工的 那我们呢 就要 努力的 去建造 用真材使用 因为 上帝要跟我们 一起去完成 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必须要 先懂这个道理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 去成为一个 有聪明的 工头 既然我们知道 我们是与上帝 一起同工的 那你还敢不敢 懒惰 还敢不敢 偷工减料 上帝要跟你一起 做工 你敢不敢在那里睡觉 你敢不敢在那里偷懒呢 既然我们是与上帝 一起同工的 那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都必须要 全力以赴 那第二个 一个知道上帝 跟上帝在一起同工的人 他一定会知道 要用真材实料来建造 你想 今天如果 你的工友跟你一起上帮 那 那一个工友呢 他知道 老板一定会来检查的 那你会不会在工作的时候 偷工减料呢 何况今天 你要跟上帝 一起同工 那你敢不敢 在你的工程上面 随随便便的 因为上帝 要跟你一起同工 所以呢 保罗说 我要做一个聪明的人 我要用真材 实料来建造 因为有一种 工程 他之所以经不起考验 那是因为 这个工程 这个工作的人 他没有用真材实料来建造 所以这种工程 最后是经不起考验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你又知道老板一定会来检查你的工作 那如果你有聪明 今天开始 你就要用真材实料来去建造 那今天 最危险的服饰之一 最危险的服饰之一 那就是 我们明明 在随随便便的应付 但是呢 我们却仍然带出了服饰的果效 这个是最危险的 我们明明 在敷衍了事 却仍然可以把服饰 做得很好 那么这种 成功的假象 会越来越让我们 越来越会偷工减料 你们同意吗 既然我做这件事情 我不需要努力 也可以把它做好 今天我带敬拜 我不需要练习 我也可以把它带好 今天我讲到 我不需要花很多时间预备 我也可以把它讲好 最终你一定会通工减料的 最终呢 你一定不会老老实实的 因为反正不用花代价 都可以把事情应付了 我干嘛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呢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切切不要忘记 我们的主 他不但是工程的主 他也是监工的主 他不单把工程给你 他也会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的 他不单要与我们一起同工 同时呢 他会来监督我们所做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十二节 保罗就继续讲了 若有人用金 银 宝石 草木 和解 在这根地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上帝一定会来检查你的工作的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不但给我们开工 他还要来检查的 我想你稍微有聪明的人 你一定会用真材实料建造 对不对 你一定不敢偷工减料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说他一定来检查的 那我今天干嘛还偷工减料呢 免得我将来要受到亏损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工 是上帝给我们的工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不但开工 他也来检查我们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以上帝的十杯劝你们 做上帝的工 千万不要偷工减料 一定要用真材实料来建造 那么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代价当然极高 进度当然也会更慢 但是呢 这种工程它却经得起主人的考验 那如果你用草木和解来建造 代价当然相对便宜很多 进度呢也可以很快 但是这种工程呢 最终会经不起上帝的考验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有聪明的人 那我们应该要从此刻开始 就要用真材实料 认认真真的来建造 我们千万不要 为了减轻服侍主的代价 就去偷工减料 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有聪明的人 他一定知道要用最好的 材料去建造 哪怕是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哪怕是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因为他知道上帝才是这个工程的主人 上帝一定会来检查我的工作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工作经不起主的考验 那我们有一天最终要受到亏损 所以呢 在世界上面有两种聪明的工头 一种呢 他是当他拿到一个工程 他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他就去找最便宜的材料 用最差的工人 因为只有这样 他就能够得到既得的最快的最大的利益 那么另一种有聪明的工头呢 他知道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名气 就是名声 所以他宁愿在这个工程上少赚一点 用好一点的材料 好一点的工人 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做 因为他知道 只要我把工程的名声做起来 就不怕以后呢 就不怕以后没有生意 那这两种人都是聪明的人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聪明 去经营自己的事业 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 可是很明显 第二种人 才是真正会做生意的人 第二种人 才是真正的有聪明的工头 因为他知道生意要做久 生意要做出名气来 这样的话 他就不怕缺少工作了 保罗说 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我不但在每一个工程上面 谨慎尽造 而且呢 他说还会用 这个最好的材料去建造 因为呢 我们不但是与上帝同工 而且呢 上帝有一天一定会来检查 只有我们的工程过关了 保罗说 我们就有赏赐了 那如果我们的工程过不了关 那么我们最终还是会受到亏损 所以一个聪明的工头 一定不能够偷工尽料 一定要用真材实料去建造 我们千万不要说心存侥幸 没关系啦 反正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敬拜 今天的小组的内容 我反正都有经验啦 这种圣经也很熟啦 不需要花再多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去预备啦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上帝不会监察 我们也许不用花时间练习 也可以把敬拜带得很好 我们也许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 也可以把事工做得很好 我们也许不用花很多的学习 也可以把圣经教导得很好 但是呢 假如今天上帝要来检查你和我的工作 你觉得我们的工作能够过关吗 你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到底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呢 还是草木和解的工程呢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工程能够经得起上帝的考验 那么感谢主 甚至说我们所有的付出必然得到上帝的奖赏 但是如果你心中想 也许我的工作经不起上帝的考验 那么倒不如从今天开始 就再努力一点 就再辛苦一点 再付出更多一点 去把每一件事情都给做好了 而不是只是把它应付了 我们今天这么大的会场 椅子能不能摆得更整齐一点 如果我们接待的 能不能更多的微笑一点 如果我们今天带进一步 能不能施个更熟悉一点 我们说优秀是在于细节 当把细节做到位了 就体现出优秀来了 其实今天在教会当中 所有的服饰 每一个礼拜重复的服饰 很多都是大同小异的 很多都是在重复重复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些细节当中 能够把它做好 那么你们就成为一个优秀的教会 你们就成为一个优秀的同工了 当我们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了 那么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你们同意吗 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 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所以如果我们在小事上 都没有用真材使料去建造 那么主人怎么可能 把更大的事情交给我们呢 因为小小的事情 也都通工紧料的 小小的事情 你都随随便便的 你怎么可以为主做大事 那主人怎么放心 把大事交给我们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 优秀体现于细节 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 我们就在为主做大事了 第三个 一个聪明的工头 他必须要知道 只有把工做好了 才能会得到奖赏 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 会因我们今生的工 给我们奖赏的话 我相信很多的人 我们都不会有动力 去服侍上帝 我们都不会好好的 去为主做工了 因为如果努力的基督徒 跟不努力的基督徒 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 那干嘛我们还要那么 拼命地去服侍上帝呢 那么我们干嘛 还要拼命地在 教会当中去服侍呢 所以只要能够应付应付 只要将来我们能够上天堂 我就满足了 对不对 反正大家的结局都一样 你们拼命地 跟我们不拼命地 最终的结局都一样 怪不得今天 大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都没有想要去 拼命服侍主的冲动 因为我们 很多人的概念 就是说 最终你说盼望的 就是上天堂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说 原来在圣经当中 上帝还应许给那些 服侍主的人 跟随主的人 有一个奖赏 在那里为每一个人 所预备的 怪不得大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今天没有动力 我们甚至还会对那些 在教会当中 很努力付出的人 感到不解 你们信耶稣 干嘛这么认真的 干嘛每一个礼拜天 都要去教会 干嘛除了礼拜天 还要参加小组 干嘛每一次 都要说悔改悔改 太累了 对不对 太辛苦了 信耶稣还要悔改悔改 太辛苦了 你们是不是太沉迷了 你们是不是太癫狂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很多人 都停留在 只是做一个平信徒的 一个状态当中 因为我们看不到 我们没有这个奖赏的概念 所以我们说 只要应付应付就好了 如果真的要好好信耶稣 你们就好好听道就可以了 不要整天悔改悔改 礼拜天就听听道 下个礼拜天再去 就好了 你们就是一个 看起来很好的基督徒了 干嘛每一天都说要悔改悔改 还要改变这个 改变那个 太辛苦了 太让人难受了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上帝不单要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而且上帝还会因我们的工作 给我们奖赏的话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呢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改变 我们服事的态度呢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 五十八节 保罗说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他怎么说呢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是不会突然的 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劳苦 圣经告诉我们是不会突然的 上帝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的功 得自己的奖赏 耶稣也说 若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 虽然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不是为了得奖赏 而去服事 而去为主做工的信仰 但是在圣经当中 确确实实应许我们 上帝要给我们这些 用真材实料去做工 去服事他的人 上帝要赐给我们 在天国中的奖赏 只要我们的工作 是真材实料的 只要我们的工作 是认认真真的 只要我们的工作将来 能够经得起主的考验的 圣经应许我们说 人在那根基上 所建造的工程 如果能够存留得住 他就要得奖赏 如果人的工程被烧了 全留不住了 那他就要受到亏损了 所以好的工程 一定会得到好的奖赏 那么今天我们讲了一大段 要用真材实料来建造工程 那究竟什么才是上帝 要我们去完成的工作呢 最后一个真正有聪明的工头 他一定知道 神的工程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神要做的工程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上帝 要和我们一起同工 要去完成的工程 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 保罗说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十六节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原来神要我们 和我们一起同工 神要我们一起去完成的工作 就是要来建造我们这个人 因为神要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他要跟我们一起同工 来建造这样一个身体 好叫他的灵 能够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成为神的殿 原来上帝真正要施工的地方 是我们这个人 上帝真正要施工的地方 原来是我们这个人 上帝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工作 并且要让我们的身体 成为他灵的居所 甚至要被称为神的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上帝要让你 邀请你去为他建造一个圣殿 你敢用草木和解去建造吗 上帝说 某某人你去帮我建造一个 让我可以住的圣殿 而且你知道 当你建好了 上帝有一天会来说 我要来检查一下 怎么检查呢 用火来烧一下 如果我们是偷工减料 如果我们是随随便便 如果我们用的是草木和解 当这个考验来的时候 所有的工程都会被烧灭 烧尽 全然无存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对每一个服饰 对每一个上帝所交给我们的工作 都是认认真真的 都是用真材实料的 用金银宝石的 那么上帝有一天来检查 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工程不当能够存留到永远 并且我们还要得着奖赏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明明不敢这样做 但是我们却一直在做 有没有 我们明明不敢偷工减料 如果今天问你 今天如果上帝让你为他建造一个圣定 我们非常清楚说我们不敢 我们不敢偷工减料 但是呢我们活出来的 却常常就是偷工减料 常常就是随随便便 我们的悔改是随随便便的 我们的服饰是随随便便的 我们的敬拜是随随便便的 我们除了口中对主充满的热情以外 我们剩下的很多的部分 常常几乎都是随随便便的 圣经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要建造的 要选中的圣殿 上帝要叫祂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么我们该要如何去建造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该如何让圣灵能够安然的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我们当然要知道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神要跟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要用真材史料 因为他一定来检查的 并且呢我们要知道只有把工作做好了 我们就一定会得到奖赏 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原来上帝要建造的工作 不是教会的某一个事工 不是敬拜团队 不是小组 不是把教会带到多少人 原来上帝要完成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这个人 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跟我们一起来建造 因为他想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上帝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能够得着奖赏 那最后呢 保罗在这一章的结尾 向我们发出警告说 人不可自欺 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个世界自以为有智慧的 道不如变为余卓 好成为有智慧 变为余卓 好成为有智慧的 因这世界的智慧 在神看是余卓的 如今上记者说 主教有智慧的 中了自己的诡计 那这一段话呢 用我们中国的古话来解释呢 就是说 聪明 防备 聪明物 聪明 防备 聪明物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都是自以为有聪明的人 只要我们自己能应付的事情 我们呢 几乎不会邀请神跟我们一起同工 只要我们能够随随便便 能够应付的事情呢 我们都不会再认认真真地去做 只要我们能够偷工尽料 并且还不会被人发现的 我们就绝不会用真材实料去建造 虽然这样看起来 我们也是一个稍有聪明的人 但是保罗说 不要被聪明物 不要中了你自己聪明的诡计 因为当主要再来检查的时候 我们的工程是否能够存留得住 反而那些看起来像是傻傻的基督徒 他们也不怕自己老累 他们也不怕别人的嘲笑 他们一直在那里认认真真的 去为主做每一件事情 他们从来不会偷工尽料 虽然他们看起来 要比别人花更多的代价 他们却仍然一直在用金银宝石 来建造上帝的工程 虽然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更高 要比我们高出很多倍 但是他们的工程 却能够在上帝要来检查的时候 存留得住 并且还要得着奖赏 原来这些人 才是真正有聪明的公投 我们若想要成为这样的公投 我们今天就要从自己来开始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行为 生活像小孩子 那么这些小孩子的表现 是属肉体的 嫉妒纷争 分门结党 比较和论断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今天 什么是我们小孩子的样式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有聪明的公投 你要跟上帝一起同工来建造 我们这个身体 作为神的圣殿 哥林多教会 有哥林多教会 小孩子的样式 那我们今天 什么是我们小孩子的样式 如果你要做一个聪明的人 那今天我要邀请你 我们要把这些小孩子的表现 把它拿掉